美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宣布破产 虐待、毒打、杀害奶牛真香曝光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告诉人们乳制品行业的残酷 以及乳制品给人体带来的危害 这场运动对美国人的影响深怨 许多人在了解真相之后纷纷停止喝牛奶 并开始找寻乳制品替代品 本月13日 美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电影 Foods申请破产 曾经的迪恩食品是如此的辉煌 它有着将近94年的历史 被誉为美国最大的牛奶生产商 这几年 美国人民对牛奶的需求一直在下降 根据尼尔森提供给CNN Business的数据 过去52周 美国牛奶的销售额约为120亿美元 这比2015年同期的150亿美元有所下降 美国人不爱喝牛奶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因为他们了解了乳制品背后的真相 最后他们会惨遭毒打、虐待 刚出生的小母牛会被隔离起来 为石粉状的牛奶替代品 最后被迫怀孕重负母亲的循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